本届青奥会的羽毛球项目一共是设有三个项目 男单 女单 还有混合双档 97年4月21号出生 晃一球 晃一球 时宜齐的速度应该说这段时间确实压 看到对方底线 再放网 放网 对方挑起来 软压一拍 漂亮 上面 加些个电影 只要这样 我们就是可以看 当时可能是在打球 相当中�ara的操线 射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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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 对方直接推跳到自己的头顶区的底线 自己反倒是不太好应对的 漂亮漂亮 放网对方挑起来不够到底线 漂亮 好 吊球漂亮 跃起来以后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大年轻一点 97年4月21号出生 少了一些进攻上的威胁 下压当中的一些威胁 下压 有些不同的地方 相对来讲可以看到施宇群他更加积极主动 他有突击的这一下 球发能不整 进攻 用个往前的控软 为自己的创造出了一个半场的进攻机会 杀完以后直接全场的铺球 感到口气 但是感觉林贵虎这个状态 应该是从第一局的比赛里面有所提升 在第二局领先 噢 太厉害了 铁杀不错 放网 头顶去突击直线 对方的适应起来也比较的习惯 可以看到其实施宇齐的脚下挺灵活的 对于这样的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 就是说你还是要有一些变速才能够打断对方进攻 必须要有这样的进攻手段 作为一个大坡 还是要稳定 再刹 拖 漂亮 后场的速度提起来 自己的上网 铺上网 刹上网 创造机会 不错 不错 漂亮 我们看到愉悦的一个接杀 这球接得非常的精彩 也有点运气 球员也是在网单上蹭了一下 有点滚网球 有点滚网球 对方 跃起进攻 出望 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第二局 林贵普的这个速度明显的要比他第一局呢 下快 都对着 漂亮 好 漂亮 也是当今 男子网团的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趋势 现在是施宇齐的金牌点 推调对方的那个头顶区